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今天帶給大家的就是跟Liva有關的太陽月亮項鏈事件 都是跟兄妹之外有關的 我們就看看這個故事有什麼特別 你找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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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趕? 你拖著巷子幹什麼? 他們在說話,你插嘴 我想幫他嗎? 就是找一條巷子回來啦 嗯,可以了,我會幫你找的 一起去嗎? 好,我問他 我問他 裏返士さん,你的願望是 我,Liva,和這個黄的拳士,Kirito 聽說了嗎? 很厲害 我,我問他一口 你有一口很厲害 謝謝 我問你會否把他們拖著 我問他 我問他 你也會知道 我問他 你不准許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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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最強劍士 好,我們出發吧 來到83層,看到我敢彈,當然是衝過去看看有什麼東西 這麼容易找到 但看樣子,只有邊 另一邊去了邊 擺到明一對 對 確實是,還有心形 做什麼 我的名字是太陽的圓圓 謝謝,讓我找到 他怎麼會說話 你說吧 你說吧,我不會阻止你 你叫到一定是要做的,是任務來的 說完了嗎?還是你斷氣了? 你斷氣也說完吧 你斷氣了 今天說了嗎 嗯,跟著呢 這是情人嗎 月亮學年才 跟著呢 現在是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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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可憐 他捉了什麼 這麼可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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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是85層 我已經死了,但想起的佔順暫時,他們的寂寂也減少 我們就去85層幫他們團聚吧 看我們GamePHK最好的就是 打遊戲都要分開來看 現在兩層的東西一次過看是不是很開心 我們去片 怎麼了?找到了? 這隻感應都要過去 不要這樣形狀吧 怎麼了? 打他吧 怕這個怕那個,你真有力氣 沒錯,幫他立法才算 我只是一個NPC的作為話 但是,SAO的中間 NPC是同一個人 我無法放棄 阿妹叫你去不去? 你去死也要去吧 不用選了,馬上就打了 放心吧,沒事 怎麼會出事呢?馬上就打他吧 打吧,不要說那麼多 好了 一隻這樣會嗎? 還要冷鏡 打開,打電話 早知道日食都不用用 我太突起了 我太突起了 沒有難度 行了 他掉了什麼? 就是幾年嗎? 嘩? 正 太陽的Pendant 合起來 那先合起來 因為這遊戲沒有交代過 月亮和太陽項鍊 合起來 是什麼樣子 那我就很手多的自己 弄了他出來 大家看完 我就繼續劇情 那現在沒事就好了 好了 扭完就算了 不要再做了 你妹妹來的 要親住的 嗯,這件事是肯定的 嘩,這件事有點危機 他這樣說 遠的了嗎? 還有NPC? 怎麼了? 怎麼了? 這樣嗎? 你知道什麼嗎? 你好像是不想他說話 對嗎? 對嗎? 什麼都不想說 好,趕快去NPC的地方 怎麼裝了東西 這麼制止阿Liva說話 好,這是太陽的Pendant 和月的Pendant 在天之下 我可以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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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說 我可以找到的 啊,再次回到的 我可以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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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說 在那邊 各個男女都穿了一條面膜 這樣的話 兩人的想法再次迴遇 遇到悠久的時刻 結束了 很麻煩啊 那裡 我和叔叔都穿了 不, 除了你還有誰 都幾多迷你遊戲 那就出發吧 然後怎樣呢?跳舞 吃個花圈 那要跳什麼舞? 要不懂祭品 為什麼會跳套風舞? 我想歐洲還是夏威夷的舞 好嗎? 好不可以不要這麼隨便? 你給我看一些動畫也好 閃了東西 是嗎? 它是光的 在明星人 我愛你 我認識了你 兄弟 兄弟 那...那是占卜師嗎? 那是... 那是... 那是占卜師 占卜師明明是男人 所謂有圖有真相 所謂的占卜師 不是,應該是月亮項年主人是占卜師 為什麼他會有素? 他的聲音也是男人 我很懷疑這件事 我很懷疑這件事的真確性 明明是占卜師的男人 那上面是不是有什麼搞錯了? 太陽才是主人了吧 對 初途我以為他是月亮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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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悉 會想到的 一定會想到的 只會想到的 這些沒法救 如果兄弟也沒有血液關係 當然沒問題 就算了 其實有看動畫的人應該都會知道這件事 有什麼紋亂呢? 我媽媽也很多事說了 我頭髒了,但我最令人不安心的感覺是 兄弟的感覺 你有沒有說謊? 我看一看動畫 我看分動畫不是這樣的,第十五集第一季 他是十歲那年知道的 很沒空 好,他就好 確實是我的兄弟 你可以找我做人生之訊 沒問題的 你算不算表白嗎? 你是不是想多了? 自己射上去的 很過份 你怎麼說完就走得這麼狡猾 好,那哥哥和妹妹的一段情就告一段落了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